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秘密就是有次做评判 看到教育学院施敏文教授 他说你和阿欣那本书行吗 我说哪本 他说两代宗师 又两代宗师 两个教授代表中文是英文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要看这本书 都要看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 据出版社说 销量都突破了很多不同的散民集 究竟我们两个人读中文 但又差上一年多 为什么这本书可以这么大回响呢 还有这么大回响之外 我们还可以如何做心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拍片 就是把我们各人去看对方的文章 看完我们又有一个感觉 所以我对他的文章有一个感觉 他对我的文章有一个感觉 所以再加上纸本的两个感觉 即是说有四个感觉 还有你的感觉 是的 加上五个感觉 各位同学 即是一本书一个曲 有四个感觉 再加上你一个感觉 五个感觉 我们事不宜遲 又是第一篇海滨 我看到阿欣他说 在海滨我们做什么呢 踩单车、垂钓、钓鱼 在我的会考的年代 海滨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会考 考得不太好的人 一个集中地 去夜晚宣洩 坐在尖东海旁的铁链那里 今时也是 但是我刚刚收到一个很爆的消息 我有同学毕业 他们约我在海滨拍毕业照 哇 这么爆 现在的世代很不同 对吧 但是海滨 起码我们是学生集中之地 对 海滨被我们占兵了 一时是毕业生 一时就是会有颓废 说颓废那时 那个心脅 考得不好 那一班人来到去充斥一下 来到去push一下我们的斗志 但是一路望望望望望望望 这个天慢慢越来越光 越来越光 越来越惊 为什么呢 要面对第二天 真是 嗯 就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海滨这件事 我想在座这么多位 譬如听众 实有经过海滨 是不是 就是好像我这样 我的海滨局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荃湾海滨 以前住的地方 第二个刚才你说的 尖东 就是开心不开心 最终于晚上整班人在榴莲 不开心聊天 等天亮 对吧 但是我看Ben这一篇的时候 说明太古城海滨 去都没有去过 坦白说 我连太古城 中产地方 很离地 我连太古城有没有海滨 所以我这么看 他说在太古港岛的海滨 看回九龙的海滨 原来写海滨 大家有不同的角度 因为我整个都是荃湾的海滨 我故事 不是成长 他的海滨就是港岛的海滨 原来写海滨也有这样的玩法 就是泰古的海滨 因为对面也是市区 市区也是西九的海滨 最好笑的是 你那边的海滨是中产放狗 但是他第二段的时候 如果读者有看到这本书 第一篇我们就写的时候 Ben第二段 他又会写 西九那边的海滨 文化艺术气息 所以香港原来两个海滨 又有角度 两个不同 一个是中产的家庭 可能是放狗 有限 另外西九那边的文化 但是很可惜 西九那边的港极禁言 都未能够够 所以我在里面说 不如发展太古城那边 不要管西九 是的 所以这个角度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他从一个港岛人 看回头 我就是从新界荃湾这个角度 看回头 究竟荃湾的海滨 小小的角度 原来是望船的 望海的 对年轻人来说 有什么角度 所以这一篇事件 我认识得很深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想多些 一个这么简单的海滨 我们看到几个的海滨 长堤 是 荃湾 西九 又有不同的事 你又等天光 你毕业很开心 是吧 刚才会毕业 刚才会毕业 那现在这一代有人去海滨 可能你还有不同的娱乐 会不会去海滨 真的像你说的占领 是吧 是吧 刚才那一段时间 你真的在当时整个天马 是吧 都算是海滨 是吧 天马的海滨 都很大 都很大 都占领 也曾经在那里睡觉 所以海滨 对不同代的人 有经历过不同的事 是吧 他们可以写到不同的故事 还有我去过西九国海滨 他们真的有些人做草地 在那里 真的开餐吃东西 摊在那里 真的爱国 真的不是说的 做到出来 我们这些不会想到海滨 可以这样坐在那里 摊在那里 是 西九国人工化 可以做到出来 没错 就算是荃湾还是尖东 最多不是两张椅子 是吧 南岗 没有草地 从来没有想过海滨旁边有草 是 海滨海滨旁边有沙滩 是吧 是吧 海滨旁边有草 所以 分分钟我们有时的感觉 是人做做到出来 哇 这个切入点特别 是的 作文原来都可以说到 有些东西是人为 人为出来 你整个西九都很人为 是吧 是 因为我还没去过 但我见到那些人拍照 哇 全部铺了餐巾 像外国那样 是的 这个挺特别 你就去City Super 买那些很漂亮的 很贵的寿司 是 这个整个感觉 加上红酒 你真是 艺文青是做到出来 做到出来 做到出来 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 刚才Ben这个角度 又带了一个新的 就算是无人写作 是吧 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 再想起这件事 就特别了 原来可以人做出来 是的 可以人做出来 这个也挺特别的 所以有时 根据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我们怎样去想 是的 我都不知道怎样 总之一边说一边说一边 就想到一些东西 是的 听众也听一下 可能你有新一套 是的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 是的 我们一直听说 这个其实是互相促进一个 多角度的思考 是的 我会这样想 OK 好 先说到这么多 第二集再来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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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